帮我照顾好我的朋友 他在柳树下 兄弟们 这什么情况呀 抢死打捞第47天 第一捞走起 昨天呢 一位粉丝里面说 他昨天在这里钓鱼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苹果手机钓在这里面了 然后我问他 你怎么能把手机钓在河里面呢 他说他昨天钓了一个超级大的鱼鱼 想拍个视频炫耀一下 结果一不小心把手机钓在这里面了 最后呢 鱼还跑了 你说气人吗 我去啊 第一捞空空如也 啥也没有 再来一次 走你 听说最近有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视频啊 但是呢 看了你又不点赞 点赞了你又不关注 你还要我怎样呀 这样我很难更新下去啊 换我家伙 收获水杯一个 这里面好像还有东西呀 咱们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哟 这里面是一个硬币吗 拿出来看一下 哟 这不是硬币呀 兄弟们 这好像是以前古代用的那种股币吧 这东西看的不错呀 还是挺有收藏价值的 不错不错 有董行的兄弟们吗 帮我看看能值多少钱这个东西 咱们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哟 这怎么还有一张纸条呀 上面是什么东西呀 咱们打开看看 我去 帮我照顾好我的朋友 他在柳树下 兄弟们 这什么情况呀 这不会是别人搞的恶作剧吧 我决定去探索一番 兄弟们 咱们已经来到这个纸条上 所说的那个柳树底下了 前面好像有一个红色的东西 咱们走过去看一看 看是什么东西 我去 这荒郊野外的咋那么瘆人呀 我操 这是什么呀 怎么有一双鞋子在这呢 我操 他的朋友呢 咋那么瘆人呀 我操不行 赶紧走 走得越远越好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呀 兄弟们 不行 还得回去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是不是哪位粉丝在这里做的恶作剧呢 我去 这鞋子里面好像有东西 好像是一张纸条吧 这双鞋咋看得那么瘆人呀 我都不敢去碰它 兄弟们 我靠 这还有一件衣服好像 咱们拿出来看是什么东西 我操 果然是一张纸条 兄弟们 咱们打开看看 看纸条上都写了什么东西 你是个好人 旁边的衣服就送给你了 如果你想跟我交朋友 那就给我你一个信物 我会来拿的 兄弟们 这什么情况呀 我咋感觉那么不对劲呢 越看越渗人这两样东西 不行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兄弟们 咱们还是留一个信物在这里吧 就按照它纸条上说的做 兄弟们 这个打火机就放在这里了 这个衣服咱要不要拿走呢 算了 还是拿走吧 就按照纸条上说的做吧 咱们明天再过来看看 看看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赶紧留 兄弟们 赶紧走 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赶紧走 兄弟们